这一两天全台急冻 和欢山在凌晨两点多 也因为水气充足降下了入冬出雪 在当时的温度大约是-0.9度 阵阵的雪花飘落 约莫维持了半个小时 也让早早上山等雪的民众非常的开心 天亮之后就看到有许多人是堆砌了小雪人 目前在武岭、昆阳等等停车场是一位难求 台14甲县武岭到松雪楼的路段 必须要加挂雪链才能通行